那我想问问您 干得这么好 干了九年 你为啥想去自己创业 就是我觉得 因为孩子越来越大了嘛 然后老人越来越老了 那老人老了 肯定需要看病啊 然后孩子大了 这个教育经费 肯定需要增加 然后我就想 那我就自己创业吧 其实在这个之前 我已经酝酿了 好长时间了 然后每次提出 我要自己干的时候 我老公就不同意 就是怕赔钱嘛 手里的积蓄没有啥钱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 投进去的话 赔钱 那就不够赔的 这就每次都是 给我泼冷水 但是后期 因为我做了这个 分公司经理了嘛 这个是水到渠成 因为已经积攒了 很多的经营的能力啊 销售的能力啊 客户的资源啊 包括你进货的渠道啊 就我基本上都积累到 一定程度了 小姐我想问一个 尖锐一点的问题 就是您创业公司的业务 和您原来做总经理的 那个公司的业务 是同类的业务吗 都是计算机行业 那么有竞争关系吗 应该算有吧 但是我的那个客户 是我后期带来的客户 是你离开原来公司之后 重新开发的客户吗 不是 是我 就是在那个公司 还是 小姐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我知道 我懂这个 就是同行业的这个 但是这个客户确实是 不是通过公司的关系来的 还是通过个人的关系来的 但是你在那个时候 还在那个岗位认职的时候 认职的 不是不是 就是之前我就认识他 但你进入那公司之前 你就认识他 对对对 他没签那个 是有关系的 竞业条款 他没签 没有竞业条款 我们那个都是小公司 但是小叶问了一个好问题 我们请雅云老师 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来讲解一下 这个条约或者说条例 到底有多重要 其实这个 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当中 如果说有一些公司机密 甚至核心客户有资源保护 他会签这个经验禁制协议 会约定 比如说多长时间之内 不允许做从事同行业的 但是一旦签了 一旦员工 这个就是离开的时候 要给一笔补偿金的 但是如果说也没有签 也没有这个 那他是可以从事的 因为其实大家打工嘛 无非就是积累资源 积累现金 然后为了服务于 自己未来的这个事情 所以说完全根据 你的组织之前 有没有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那你就正常做自己就好了 而且呢 我觉得像燕秋女士 她是属于是 在这个离开原来之后 才去创的业 她并不是同步进行的 一件事情 大卫 我有个问题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创业者 因为我知道 往往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要交学费的 你刚开始有什么 比较大的困难 我们可以先介绍一下 这家公司 后来取得了什么样的 一个规模吧 这里头再去谈困难 可能会 那我们加深理解一下 大家请关心你这个 创业之后的情况 有没有遇到困难 遇到困难怎么克服的 你最后创业做得怎么样 您谈谈这三方面 好吗 特别的惭愧 那个公司也没有发展特别大 现在为止 公司也还是就几个人 然后也是老公在打理 然后我们每个年的收益 也不算太多 就是二三十万 三四十万那样 最好的时候 营业额也是五百多万 利润大概在七八十 那个时候老公是在 另外一家公司工作 都靠你自己一个人跑 对 你能兼顾得过来吗 就是有一段时间 真的是特别特别累 一个坐机 一个手机 一个QQ 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呢 就是这三个 基本都是我一个人在对接 然后我下面的员工 大概也就六七个人 最多的时候 然后呢 我接到有什么业务了 然后我就安排 谁去办这个事 我就每天坐在那 从早上上班 一直坐到晚上下班 厂家的人就是 偶尔会去我那 每次去我都是在吃方便面 然后我的方便面 都是要吃上 两三个小时那样 就是都泡的 都囊了那种 就都没有那个踏实功夫 一气吃完 对 就只能一会儿吃一口 一会儿吃一口 就是那种状态 然后一年 我掉了三块头发 那个时候确实很辛苦 那时候孩子多大 那时候孩子还小 在他奶奶家 那那个时候 老公有帮过你吗 或者你想过 他在别的企业嘛 他们那边那个时候 总是做培训 也出差 你有后悔过吗 没有 就最累的时候 没有后悔 很开心 因为我一年365天 只有过年那几天休息 平时从来不休 我老公那时候 偶尔还修个大礼拜啥的 我一上班的时候 就跟他说 老公 给你赚钱去 那个 真棒 您为什么那么拼呢 我觉得就是 这个是我特别好奇的 我就想问 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 虽然最初的梦想 是想赚点钱 但是实际在做的过程当中 已经不是在赚钱了 就是那种成就感 就很开心 就每当你出一单货的时候 你那种成就感 就是胜利的那种喜悦 就是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感觉